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款补鞋机的使用 我们将线卷放在线的固定架上面 然后把线拉过来,传过第一个传线孔 我们再往下,绕过它的摇臂的后方 往下穿下来 然后我们会到达一个张立器的位置 张立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这个上线的部分 做一个拉紧的一个动作 所以它这个螺丝是可以调整的 我们把卷线器搬过来 然后把下线的线轴装上 然后把它的线卷上 然后一备等一下来用 好,我们线卷好之后 这边的张立器的方向 我们再重新调整到需要车窗的那个方向 所以是往右边绕一圈 顺时钟的方向 然后穿过之后 拉到上面 然后这边有一个拉杆 我们就把线 由这个孔穿 往后穿过去 那这拉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真缝了之后 拉上来之后 它会把上线拉紧 来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车缝效果 好,继续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机器上面一个大的圆环 那我们把线 从这个里面穿过去 好,穿下来之后 再往下 它也有一个固定线的一个小孔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 再从这边 再穿过去 好,再接下来 我们就要往下 穿过针孔 穿过针孔之前 它有个压杆 我们从这边 穿过压板 好,然后再把线 穿过针孔 穿过针孔之后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边 穿过针孔之后 然后把这个盖子打开 我们要把底线放进去 在底线放进去之前 我们要先把底线的座拿出来 好,我们把线轴拿过来 然后底线要放进去之前 然后底线要放进去之前 我们必须把线头先穿过它 底线座中间有一个小孔 如上方所示的这个样子 从这个小孔穿过去 好,我们把线穿过去 然后把线头拉好 线拉好之后 我们把底线的线轴放到它 这个里面 底线座里面 好,像这样子 线就卡住了 暂时是转不动的 所以我们现在 再用食指从后方把这个线做 推出来一点 好,把线整理一下 拉进去 好,现在看到上方有两个小孔 那我们从其中一个小孔 再把线穿过去 好,线穿过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做 放回到那个缝鞋器上面 好,我们准备把这个底座盖上 但是因为这个针还在底下 所以我们必把针先伸上来 然后把底座先往后一点 然后把现在把针伸上来 好,伸上来之后 我们把两条线稍微整理一下 好,把底座线的这一条 放到它一个凹槽上 然后把底盖盖住 好,那我就拉住上线 然后把针车转动一下 然后它针下去之后 我们就再往上拉起来 那就会把底线带上来 我们等一下就要先缝这条皮带 但是可以看到 皮带上已经有做一次车缝线了 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录影起来 好,然后把它放在固定的位置 然后把压板搬上去 那压板就会压住它 然后转动缝线机 然后它就开始车缝了 可以看到那个压板 它会把皮带一步一步的往后带 那它的那个针的大小 是可以透过一个螺丝 来调整那个针的大小 好,我们通过把这个压板拉下来 那就压板就起来了 好,我们转动一下那个缝线机 让线能够跑出来 好,我们看看刚才车缝的效果 它这一针一针的 那个间距还不错 那上线和下线也有拉紧 这样子效果是达到我们的要求的 好,压甲的上方有两片剥片 它最主要作为压角360度旋转的剥片 那在我们侧缝的时候 它不需要起针 我们就可以来改变这个剥片的方向 那作为缝纫的时候 改变它近针的方向 我们今天缝鞋机的介绍到这里为止 那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及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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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